場上驚慌尖叫的折返跑 新聞被女子隊第二戰的對手 你沒看錯 就是台灣女籃傳奇球星 前介所領軍的 前衛軍籃球學院教練團們 不過碰到這樣神人級的國手陣容 我們真的也只能當做 一員二十一看龍象的夢想 我們也真的很久沒有打球了 我們一些退休的球員 然後一些朋友喜歡打球的 我們都會一個禮拜一次 然後現在我們也就比賽也多 對啊 所以我們也其實 那哪有什麼放水 對啊 這種場面話你相信嗎 不知道為什麼被排的先發 然後還最後一個出場 出賽就有點慌張 那當然對手真的太強了 就是抱著一個跟偶像打球的心態 然後大概有幾球不小心對到 就是偶像覺得還滿開心 所以贏不贏得不得分 不是重點 多虧淺姐的手下留情 女子隊終於有機會 常常進球的滋味了 不過深深明白 實力天龍地虎般的差別 讓我們只好找帥氣的 毛加恩教練投球拍了 今天你今天有大三元嗎 你今天要加十五嗎 沒有 大家都真的打得不錯 你其實滿適合打控球的 他很快 對啊 很快啊 然後投球那個球都會有選 所以我們還有救嗎 絕對有啊 像我都覺得我現在還在進步 有啦 有啦 就只要願意苦練 其實不管年紀你都還是可以進步 除了球技和分數之外 很多新聞被不只做公益 或許還能領快出一些 人生努力的奧義吧 我們未來Big 3 在經歷一波信封血雨之後呢 終於順利的完成比賽啦 也希望我們下一場比賽 可以繼續加油喔 加油 拜拜